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写这个case1 那么我select两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我用case1来创立一个case1 当这个column的这个值是大于等于零 按这个小与60 我看我这个分类是不是对的 大于零小于61 这倒无所谓 这是看你自己的定义 then then这个后面跟的就是你create这个column 它的这个值 你想让它等于多少 这个的如果你是想让它等于你是 你如果create是一个文本的一个column 它是character column 那你就写成这样对吧 你有这个引号要把你这个value给引起来 当然你可以写成别的 比方说你想用数字 那你就then等于1对吧 那么这所有的这个column的这个值 当它这个长度是大于零小于60的时候 这个column对应的每一行都会等于1 对吧 这个是看你自己想要弄成什么 那工作中一般我要create一些segment variable 放到excel里面做分析 我就会一般是用文本 我一般呢会用这个tab把它这个column 就是说往里头 缩近一下 这样看起来比较 这个时候你写第二个条件 就是大于等于61小于120 比方说我这里就给它一个值 你要确保就这个你这些范围一定要把它 就是没有重复的把它每一个这个lens的范围都给弄上 最后这个else呢就是说 从写code的单纯从完成这个事情的角度讲的一般是不需要的 但是从写code的角度 特别是如果你学program language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一定要加个else 因为就发现就担心你这个数据里面有些奇怪的数据 这样的话你用else把它capture 对吧 当然如果你知道你的你确定你的数据里面永远不会有 在这个range以外的这些情况的话 你不用加else 但是呢那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严谨是会加else 然后呢它的关键字就是这个n s 然后呢是你的这个column的名字 因为你是用case1来create一个column 那我这个是放在最后 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后面再写什么column对吧 from film 我们先把这段range 大家可以run一下看一下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还在大家别忘了双击sakila的dataset 这个from film一定要想象后 这个就正常的seql中的from一句 对就是seql中其实就是用来create一个column 那它当然就在seql中这一段里面对吧 完了之后呢就是正常的from语句 where goodbye之后的正常语句 那我要把这个放到seql中后面会怎么样 这个你放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就from 哦不你要把它放在seql中之间嘛 因为这一段你就把它想象成你是一个column 叫firm length那么你column永远都是在seql中之间对吧 你可以放在这都可以对吧 对吧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的对吧 我原来的速写是长这样的就这两个column 我create的column对吧 我就有了column叫firm length 然后它就是standard 你看这个就是根据我的逻辑 对吧 它有这样的值 对吧 有的时候你可以简单看一下有没有叫others 应该没有 这个casewind的用处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你在做你的seql pull的时候 你一定会涉及到create的一些新的column 特别是segment的column 我们最常用的就把人的risk 因为大家都有file score 比方说500然后一直到900 会根据这个把人分成很多组 比方说prime subprime 从credit的角度讲就是说你是非常好的顾客 还是说你是那种risk很高的 说白了就是risk由低到高把每一段根据每一个file score这样一段一段的把人划分成不同的组 这是在我们这个经常用 对还有根据大家的create limit也分成不同的人 这个就是这个应用 那么回到刚才这个呢 有的时候我当你熟练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create 你像我这个我前面这些东西都不要 我只是刚才为了让大家看 我就直接create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count count star from film 对吧 然后呢我group by one 其实就是group by我这个film length 你可以写film length都是可以 这个就是我这个excel里面的这个例子 对吧 我是count film id 但是这个里面是没有重复的 所以说是所谓 那严谨一下我们就count id 吧 这个时候你做个slag 对吧 你就很快的就知道了我在每一个segment下面有多少个population 对吧 这个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工作中用的会非常非常多 比方说 无论是做risk也好 做零售也好 各种各样的产品 它每个都有销量 我想瞬间知道我在一个新的segment 比方说我这个东 东东东东东区中区或者西区这三个地方的销售是怎么样 我就直接create这个东西 然后我下面做aggregation的运算 然后瞬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这样就很方便 这个就好比我以前在excel中我create一个新的column 先插入一个column 然后写一下if 然后就有了这个column 然后再refresh一下 把这个column扔到数据透视表中 再做一个count 对吧 就是一个style中的一个应用 就会这样用 对比方说count我给它一个名字 都是可以的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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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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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对吧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记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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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